大家好,欢迎来到家庭菜园子节目 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个繁殖兰花的方法 这是一只快枯萎的兰花,我们去掉所有的花瓣 我们一起去掉所有的花瓣 中间要留结 修整一下 使用20克生姜 挤出姜汁 生姜有很好的防腐作用 同时,生姜也有助于快速刺激发芽 等待五分钟,让姜汁渗入兰花枝 然后把它拿出来晾干 这样做,使水不会渗透到兰花枝上,在伤口出来点辣 这将有助于兰花不腐烂 使用一勺石灰 加入500毫升水 加入500毫升水 浸泡在干净的石灰水中消毒 在干净的石灰水中消毒 在干净的石灰水中消毒 我们就用这些废弃的塑料容器来种植兰花 绾成一氛 一起洗净的石灰水 进入柑部 接着行之后 小姐 二氏 然后让我们跟着干净的石灰水 切成小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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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上排水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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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兰花放在苔藓上面,每周喷洒一次宝石喷雾 三个星期以后 兰花就会发芽 每周继续喷雾宝石一次 然后盖上盖子,保温又保湿 等两个月以后 小兰花是不是生长得非常健康 所以用这种简单的方法,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繁殖兰花 希望可以帮助到你们 谢谢观看本期视频,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